1982年春节当 香港两大院线 佳和金公主正上演票房大战 其中佳和院线上映的是由成龙主演的龙少爷 金公主院线上映的则是由许冠杰 麦家等人 主演的最佳拍档 两军对垒 谁能笑到最后呢 当时看来 成龙是影坛最卖座的武打小生 佳和影业又是纵横影坛十年的霸主 龙少爷理应是最有希望拿下春节当 可出人意料的是 最佳拍档虽然演员阵容和出品公司都相对名气较弱 但凭借提前一周上映的奇谋 口碑率先发酵下 最佳拍档成功揽下2600多万的票房 不仅击败同期龙少爷的1700万 还打破了香港票房有史以来的记录 凭借如此傲人的成绩 新以成迅速崛起 成了当时影坛唯一能挑战佳和的存在 面对新以成的挑战 佳和会怎么应战呢 起初佳和想到的是联手少师 使用各自旗下的院线 共同放映对方出品的电影 结果两部连映电影均是完败对方的同期作品 如此完败下 到了83年的春节当 新以成出品最佳拍档2 佳和选择避其锋芒 怂到高挂免战牌 可一直这么避战也不是办法 戏院一年里能赚钱的档期本来就不多 如今春节当必战 接下来的暑期当怎么办 再不应战赚不到钱是小事 失去观众可疚大事不妙了 所以83年的暑期当 佳和必须要拿出一部既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既是挽回败事也是挽回观众 如此危难存亡之际 佳和该指望谁呢 大哥成龙芯片A计划改了又改 在暑期当上映根本来不及 还能指望谁呢 重任落在了大哥大洪金宝身上 此后洪金宝用一部耗时三个月拍出来的电影 不仅帮佳和挽回败事和观众 由这部电影衍生出来的系列电影 还成了佳和对抗新一城最佳拍档系列的法宝 更重要的是 洪金宝还用这一系列电影瓦解了新一城 奇怪 击败对手的同时还瓦解对手 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这一系列电影的开山之作 奇蒙妙记五福星说起 今天小编带大家重温 这部豆瓣评分7.8分的经典香港动作喜剧电影 1983年为对抗新一城的最佳拍档系列 《临危受命》的洪金宝构思了一个五福星的剧本 讲述五福星 茶狐 死气猴 樊士林 卷毛和兰可思 本欲改邪归正回归正常生活 却无意间卷入一宗黑帮伪钞交易案 之后被黑帮追杀误打误撞下 最终帮助警察破案的故事 从剧本构思上来看 电影集合了喜剧 黑帮 警匪 卧底 动作等诸多元素 而这些也全是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必备 于是当洪金宝把这样的故事拿给家和老板看后 邹文怀老爷子人狠话不多 当即拍板开拍 有了邹老板的支持 再加上大哥大洪金宝亲自领军 家和帐下诸多明星洪金宝的圈内好友 以及洪家班一众武行也纷纷前来助阵 在所有前来助阵的明星中 冯翠凡受邀出演《五福星》里的兰克斯 他是《五福星》里出道最早的一个 早年曾跟随楚原拍电影 后来又去了电视台做监制和导演 尽管出道多年 但大多是幕后工作 正是因为参演这部电影 他的名字才开始逐渐被观众熟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冯翠凡是香港影坛的一位性格演员 后来他跟初恋女友汪明泉分手 原因竟是因为对方更亲近内地 另外一位出道较早的是吴耀翰 饰演《五福星》之一的死气侯 早年他在英国留学攻读戏剧 因为喜欢卓别林 曾在其收山之作《香港女伯爵》里跑过龙套 这曾经历下吴耀翰立志成为卓别林那样的喜剧大师 有了这样的目标 一番磨练后吴耀翰的喜剧表演 不仅表情上丰富到位 肢体动作也让人忍俊不惊 像他拍的这样的全裸戏 即便拍摄时是真的一丝不挂 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表演心态和情绪 凭借这样的表演 吴耀翰后来提名了金像奖最佳男主 虽然最后败给了垂帘听政里的梁家辉 但能从《五福星》这样群星戏中脱颖而出 以实际配角的戏份提名主角奖项 足以证明吴耀翰的喜剧实力 同样曾在英国留学的还有陈建勋 他在《五福星》里饰演卷毛鸡这个角色 参演《五福星》前 陈建勋没有太多表演经验 大多从事的是幕后工作 因为《红金宝》见他一头卷毛正适合演丑角 便把他从幕后拉到台前 从此被观众熟知 因为这次的合作 陈建勋后来和《红金宝》合组了德宝 成为香港影坛家和新一城之外的另一方霸主 《五福星》里丑角凑齐了 当然还得有俊俏小声 秦祥林因此被邀请来参演 饰演《五福星》里自名风流的樊世林 因他当时有花心查理的外号 此次出演凡是林多少有些本色出演的意思 另外因为当时的秦祥林刚刚和林青霞订婚 港台正盛传他们将要举行婚礼 《红金宝》邀请他来 除了看中他的相貌和演技 恐怕也是想为电影增加更多的娱乐性和学头 有了插可打恨的丑角和颜值在线的小声 剩下的一位福星茶壶 导演兼编剧的《红金宝》决定亲自上阵 在剧情上主要负责影片的打戏部分 不过为了平衡文系和武器 《红金宝》在这部电影里可以减少打斗戏份 他更多地把戏份安排在生活化的笑料上 而这样的安排也让其他四位福星 有了更多的亮眼发挥 而不是像某位打星一样 所有配角围着自己一个人转 如此《红金宝》不愧是影坛大哥大 当宝叔及其五福星的《七谋妙计》组合后 接下来他又邀请了正在拍A计划的成龙 目的也是为了能让电影在票房上多一份保障 而除了成龙 其他一众实力演员像钟楚红 林郑英 叶童 吴马等人 坚英是为了给大哥大面子才前来客串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加盟 再加上《红金宝》坐镇中军 《红家班》全体武行的博命演出 其《谋妙计舞》复兴于暑假档上映后 收获2200万票房 虽然略逊于《最佳拍档2》的2300万 但在海外市场上《最佳拍档2》的票房 远远不及其《谋妙计舞》复兴 得益于这样的成功 《红金宝》决定将《五福星》拍成系列电影 以对抗新一程的《最佳拍档》系列 而正是因为开拍续作 《红金宝》凭借这些续作电影成功 瓦解了新一程奇怪 他是怎么做的呢 孙子兵法谋功偏有云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红金宝》的做法像极了这两句兵法 首先是伐谋 有鉴于《最佳拍档》系列《风头正盛》 《红金宝》没有急于开拍《五福星》续作曲正面对刚 而是选择画整为零把《五福星》拆开来用 由他跟成龙 原标组成一组合作拍摄《快餐车》 而吴耀翰、陈建勋等《福星》则是合作拍摄《神勇双响炮》《双龙出海》等电影 等到上映 步步都是票房佳作 虽然单步的票房成绩仍落后新一程 但累计票房已经不输对方 经此一战 红金宝替家和扭转败事 只等一个坐地反击的机会 很快这个机会来了 1984年新一程出品的全家福被报票房注水 经此风波新一程一时声明受损士气低落 红金宝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筹划反击 怎么反击呢 伐谋用过了 这次改用伐交 1984年 红金宝开拍《五福星》系列的第二部《福星高照》 因为五福星之一的《参建勋》有失退出 红金宝只能另寻他人代替 选谁呢 既然是伐交 那就请最佳拍档的导演 新一程七怪之一的曾志伟 彼时因为拍最佳拍档二面能拿到分红 有感于僧多周少 曾志伟正欲离开新一程自谋生路 眼见红金宝抛来橄榄枝 自然是立马答应 随着曾志伟的加盟 再加上原先红金宝 秦祥林 冯翠帆 吴耀翰四人 新版《五福星》聚齐 《福星高照》正式开拍 等到1985年2月春节当上映 票房收获3000多万港币 不仅击败新一程的同期贺岁片恭喜发财 还打破香港电影票房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更重要的是加和凭借此天问鼎年度票房冠军 就此打破了新一程垄断三年之久的票房冠军记录 如此大胜 红金宝的反击算是打响第一枪 接下来红金宝知道了 《五福星》系列的第三部夏日福星 上映后票房收获2800万 同样是叫好与叫做 再然后红金宝继续发交 不仅说服新一程的头脑卖家来帮加和拍电影 还让他用新一程的招牌IP最佳拍档 联手自己的招牌IP五福星合作拍出了最佳福星 如此操作下 新一程另外两位老板十天和黄百明 对卖家很是不满 自此昔日三人联手奋斗的关系被瓦解 变成各自成立小组 互不干涉独立拍片自负盈亏 而红金宝这边靠五福星系列打散新一程之余 他和五福星之一的陈建勋又合组德宝影业 一手促成香港影团佳和 新一程 德宝三组鼎立的局面 而因为这样的竞争局面 香港电影在题材和类型上更多元化 最终也迎来了他最繁荣的十年辉煌 还记得影片中吴耀翰惨被捉弄 误以为自己练成隐身术的场景吗 2010年7月9日 一部名为《唐伯虎典秋香2》的电影《在内地》上市 这部由李立池导演 黄晓明主演的片子一经上映 就被很多眼见的影迷指出抄袭其萌妙季五福星 影片中隐身完那段剧情 更是从头抄到尾一点都没改 只不过是把吴耀翰换成了陈百祥 把看电视换成了看话 小编曾看到过有人这样评价 这部香港电影史上商业娱乐大片的代表作 剧情云集群戏默契 打戏出彩剧情搞笑 在此后的30多年里 虽然电影产业蓬勃发展 但似乎再没人能拍出符合上述16字的动作片 等荧幕里最能打的宝格 龙叔再也打不动了 等回忆里最靓丽的红沽叶同容颜逐渐老去 等现实中最揪心的音书五马早已天人永隔 属于香港电影 属于功夫喜剧的时代也就过去了 而随着这些光影经典一起消失和老去的 是我们每一个喜欢港片的人的青春岁月 未来能扛起花语动作电影大旗的人 不该是那些只会摆pose盖眼的小鲜肉 感谢那个时代那批电影人给我们的美好回忆 请记得曾有一种电影叫做香港动作喜剧 曾有两个大哥 一个叫洪金宝 一个叫成龙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见